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兩岸局勢越催緊張 繼早前在2月份的時候 有解放軍的軍機環繞台灣飛行 以及最近解放軍的航空母艦遼寧號 駛經台灣東部南下以後 最近國台辦旗下的中國台灣網 又發表了一篇文章 正式列明了六項觸發大陸武力統一台灣的條件 到底是哪六項呢 第一 台灣當局公然宣布獨立 第二 台灣當局組織獨立公投 使中國面臨分裂 第三 台灣島有外軍部署 第四 台灣重啟核武研發 第五 台灣軍隊使用軍事手段攻擊大陸 第六 台灣島內發生大規模動亂 只要出現以上任何一個情況 國家軍委都會迅速決斷以武力方式實現國家統一 但上述時機並不包括趁疫情動手 還未去到刻不容緩的程度 應該讓國際社會和蔡英文當局 看到我們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意志 決心和不可逾越的底線 雖然目前大陸官方正式列明了六項觸發武統台灣的條件 但他們自己都包了底 說不會趁疫情動手 換言之 大陸官方文宣當中經常批評台灣當局 說搞所謂的以疫謀毒 只是一味靠客 更何況就是 在台灣裏頭 有些民進黨籍的立委 已經正式提案 說要修改中華民國的英文譯名 由China變成台灣 這個舉動又算不算是搞台獨呢 這篇文章當中就沒有交代過 其實在大陸這麼久以來的文宣當中 只是強調中華民國的國號不能夠改名 否則就等同於變相台獨 但長期以來就沒有觸及到 關於中華民國英文譯名這個問題 若然這個法案真的在立法院裡頭通過了 然後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執行 大陸方面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真的很想看看 我們再講這篇文章裡頭 對於台海局勢的兩點戰略判斷是怎樣的 第一 他們就說台灣當局必將更加孤立 在國際舞台上 民進黨自從2016年上台至今 已經是雕吊了七個所謂的邦交國 目前只剩15個 第二就是美國干預程度會加深 但不會為了台灣和大陸宣戰 實情這兩個所謂戰略判斷 都有不同程度的謀誤 第一個 他就說台灣會在國際舞台上更加孤立 但是當美國總統特朗普 簽署了這個台北法案以後 我們之前也有分析過這件事 就是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現存的邦交國 會和他斷交的機會 又是降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目前僅存了15個邦交國當中 佔了一半以上都是太平洋賭國 或者是加勒比海的賭國 這些國家對於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非常高 而特朗普總統簽署台北法案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要反制大陸 不要讓他再叫台灣的邦交國的長腳 於是就建立了一套所謂的外交賞罰制度 這個賞罰制度是怎樣運作的 就是當台灣的邦交國 若然他是貿貿然和台灣斷交 走去和中國建交的話 特朗普總統就會在外交上 經濟上 針對這些國家 採取相應的懲罰 所以台灣 若然他在國際舞台上會進一步 萎縮他的影響力的話 似乎就不太會出現這個情況 反之就是 很多西方的文明國家 包括澳洲在內 他們就是力挺台灣 加入世衛組織 就算是在中國影響力的阻撓下 做不到正式的成員 或者是做不到觀察員 起碼你這個世衛組織 都要在世衛大會當中邀請台灣出席 這就是美國的底線 美國就已經是要求 世衛組織要邀請台灣出席 而且不單止是美國這樣做 很多歐洲的文明國家都有相應的要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世衛組織其實就變成了中美角力的其中一個戰場 至於這篇文章的第二點戰略判斷 就說美國是不會為了台灣而去和中國大陸宣戰 這個就是純粹大陸單方面的揣摩 若然他一早就判斷了美國不會這樣做的話 他就神早採取了軍事行動 實際上美國對於西太平洋地區的政策 自從滿清開始都沒有重大改變 就是堅決不允許有任何一個強權出現在西太平洋地區 在滿清的時候 美國採取這個所謂門戶開放政策 他堅決不允許有任何一個西方列強 獨霸在中國的利益 甚至列強說要協議瓜分在中國的利益 美國都說不行 總之就要門戶開放 所有國家去到中國都要一體軍殲 個個都有份 這樣就不會出現了獨霸的情況 到了二戰的時候 日本就曾經在這個西太平洋地區稱霸 只不過他後來的結果如何 大家就一清二楚 到了目前 美國仍然是堅持著這個所謂第一島鏈 就是由日本琉球台灣去到菲律賓 這個第一島鏈他一定會堅守著 是不會輕易放棄 若然中國對於台灣有什麼行動的話 起碼來說美國肯定就不會坐視不理 任由中國去武統台灣 至於這個解放軍東部戰區又出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標題就叫做 刁吊幻想準備打仗 內文是這樣寫的 毛主席曾經說過 我們要愛好和平 但是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 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憂患意識任何時候都不能丟 備戰之緣每時每刻都不能鬆 這篇文章最後就說到了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 我們重提刁吊幻想準備打仗的口號 意在警示人們 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戰爭 忘記國恥 任何時候都要做到居安司危未與籌謀 能戰方能止戰 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 越不能打就越可能捱打 尤其作為軍隊和軍人 更加要強化憂患意識 危機意識 打仗意識 加緊練兵備戰 確保一旦有事就能斷言出手 堅決有力地消滅敢於來犯之敵 這篇文章 其實就和解放軍近期頻頻亮劍有關 首先來說 昨天華爾街日報指控中國政府 秘密地在新疆的羅布泊一帶 進行核試驗 根據那篇報道所說 美國國務院即將會公佈一份新的軍備控制報告 指出中國可能正在秘密地進行低爆炸威力的核試驗 即是所謂零當量 Sero Yield 報告就說 美方的擔憂是源於 中國在羅布泊試驗場的頻繁活動 現場的廣泛挖掘 以及中國使用特殊的物質來控制爆炸規模 在過去幾年 中國境內檢測放射性物質排放 和地震震動的監測站數據傳輸 受到嚴重干擾 亦是引起美國懷疑的因素 至於中國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當然就是例牌否認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中方有注意到相關的報告 美國每年都炮製這些所謂的軍控尊約報告 擺出一副裁判和法官的姿態 對其他國家軍控和防擴散政策舉措指手畫腳 說三道四 並且將自己標榜為模範 這些完全是顛倒黑白 倒打一把 對此國際社會自有功倫 而美方對中國的指責完全是暴風捉影 紙虛烏有不值一搏 真是好笑了 拼了這麼長的篇幅跟別人說不值一搏 所以林鄭就學到足了 林鄭就說 我也不想說 不過也要說 那你說就說 同樣地 你喜歡拼就拼 不值一搏 不值一搏你就拼那麼長 不值一搏你就不要回答 真的 至於你這個所謂刁吊幻想準備打仗 除了被人指控說你進行這個核事以外 還包括了這個遼寧號 出到外海那時候 就被台灣當局發現得到 原來那些簽十五的艦載機 頻頻地升降 這個是除了展示軍力以外 還在進行一些軍事壓力測試 至於最近針對台灣方面 就藉著這個疫情暫停中國留學生 去台灣就讀 這個舉動就是前所未有的 自從兩岸重新展開了交流以來 最後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所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原來去到今年的九月 就會戒滿了十年的期限 若然不再去簽訂一些後續的協議的話 這個就會自動失效 當然有些大陸的學者就說 終止了這個協議 就能夠出眾到台灣的統一 但是台灣方面就有些聲音說出來 就算終止了也沒用 只會令到台灣越走越遠 現在解放軍就劍拔老張 到底中台的衝突是否如戰在緣 我們就可以拭目以待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